《靈魂永久不滅嗎?》 相信靈魂不滅是人類心內的錯誤 講到靈魂的理論 這個世界上有三種私傳的說法 第一派老師的傳授是人在死後仍然存在一個永久的自我本質 這是常見的不紐論者 第二派老師傳授是人只有暫時的自我本質 死了就沒有了 這種是唯物論者 第三派老師傳授的是自我本質 既非永久不滅 亦非暫時存在 這一派就是佛陀所說的 佛陀所說的這一種 我們稱它為自我、自己、靈魂、人格等等 只是平常的名詞 而沒有說到任何真實的獨立本質 佛教徒沒有理由相信 有一個永久不滅的靈魂 來自於天堂或者自我創造 死了之後 將移居或者直接上天堂或者落地獄 佛教徒不相信這個世間上或者其他世間 有任何一件事是永久性或者不變性的 我們只是攀圓我們自己 希望發現到 有一些事是永久不扭的 我們就好像小孩子們一樣 要握著天空的那一道彩虹 對孩子們來說 那一道美麗的彩虹 是活生生的 是真實的 但是成年人就知道 那個是由於某種光線和水滴所形成的幻象 那一種光 只是一連串的光波或者波動 彩虹本身就是這樣的 在未發現到靈魂的時候 人都是做得很好 他們並沒有因為 遇不到靈魂而變得勞頓或者變質 也都沒有人因為假設靈魂的存在 或者想像靈魂是如何作用 而產生到任何的震撼世界的新發現 人去尋求靈魂 就好像在一個黑暗的空屋裏面 找一件東西一樣 但是可憐的人從來不理解 他要找那樣東西 不在這間屋裏面 這個是很難使人理解 他的尋找是徒勞無功的 有些人相信靈魂的存在 但是就沒有能力去解釋它在哪裡 佛陀給人們的忠告是 不要消耗時光在這些不必要的事情上作推測 反而要專心於我們的解脫 當我們獲得成就 那時候我們將會了解 靈魂到底是有沒有的了 有一個流浪者 他叫做維基哥達 他請問佛陀 究竟是有沒有我的呢 故事是這樣的 維基哥達來到佛陀的地方 請問可敬的喬塘摩 有沒有我 這個時候佛陀沉默住 維基哥達再問可敬的喬塘摩 有沒有我 佛陀又是沉默住 這樣維基哥達就放棄了法文 走了 當流浪者離開了之後 阿難就問佛了 為何不答覆維基哥達的問題呢 佛陀解釋了他的立場 他說阿難 當維基哥達問我 有沒有我的時候 假如我說有我 這樣阿難 這樣就已經符合了 那些引頓者或者婆羅門所說的 靈魂不滅論的理論中去了 當維基哥達問我 當流浪者追問有沒有我 假使我回答沒有我 這樣又將符合了那些引頓者或者婆羅門所指的斷滅論中的理論去了 當維基哥達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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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我 當維基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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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問我 沒有我 假使我回答 沒有我 這樣 將使到維基哥達 有更大的困惑 有更大的困惑 因為他可能想到 以前 是實在有個我的 但現在我沒有了 以上是相應部的經語 佛陀認為對靈魂的益測是沒有用的 而且是幻覺的 他有一次說過 只有藉由愚痴和妄想 使人擔迷於夢幻中 他們把靈魂想成是自己存在的實體 並且是可以分離存在的 他們的心仍然攀遠於自我 他們渴望天堂的存在 而且尋求在天堂中自我享受 因此他們無法發現正知正見的無上幸福 和不扭的真理 自私的觀念 之所以出現在人們的心中 就是導遊於人們對自我和存在的攀遠 佛陀用他的無我論 反對了所有靈魂理論和靈魂的益測 無我論可以演繹不少的稱呼 例如無靈魂 無自我 無我 或者沒有靈魂 了解無我論 了解無我論 一個人必須了解靈魂不滅論 裡面的 我有靈魂 和唯物論的 我沒有靈魂 是兩種了解自我解脫的障礙 他們來自於我是的錯覺 因此 了解無靈魂論 必須不去執持任何靈魂論的益測 或者想法 相反地 一個人必須去客觀地了解事物 而不帶任何心智上的暴風捉影的投射 一個人必須了解所謂的我 或者靈魂 或者自我到底是什麼 都只不過是因緣和合力的變化而矣 這些是需要一些分析解說 佛陀教導我們 那些我們自以為是永久存在的 都僅僅是色即是生理 心即是心理 的和合的五韻 身體或者物質 感受 想 意識 和認識的組合 這些力量一起發生作用 而不斷地變化中 他們是沒有一個時間相同的 他們是身、心、生命的組合 當佛陀分析這些身、心、生命的時候 他發現只有五韻 或者五種力量 他並沒有找到永久的靈魂 但很多人仍然有錯覺 以為靈魂就是意識 佛陀很明白地宣稱 意識 意識 是依賴、色、受、想、行、而存在的 意識 是不能自己單獨而存在的 佛陀在 佛陀在 Ennattalahama 經裡面這樣說 比喻 識非我 受非我 想非我 行非我 識非我 了解了這些 比喻們 不要把價值觀 建立在 識、受、想、行、識上面 就是這樣 他能除去煩惱 而得到解脫 解脫的智慧 就是因此而發生 然後 他明白他所作已辦 凡行已立 不受後有了 佛陀的無我論 已經有2500年 今日科學的思潮 是傾向佛陀的無我論 或者無靈魂論 在現代科學家的眼光裡面 人只是一堆 一直在變化的感受裡面 現代的物理學家說 外表上 由堅固所組合的 堅實的宇宙 事實上 是沒有的 宇宙 只不過是一種能的流變 現代物理學家們 了解到 整個宇宙轉變的過程 是由許多聚合物組成 人僅僅是其中一部分 佛陀早就了解這些 一位傑出的作家 W.S.Willy曾經說過 在現代思潮的主要學派當中 人不扭的存在 已經逐漸受到懷疑了 靈魂不滅的信念 是一種教條 它抵觸了最實在的 可證實的真理 靈魂不扭的信仰 或者相信在我們死後 還有某一些東西存在 不是就能夠使我們不扭的 除非我們有能力知道 到底是怎樣存在 並且我們有能力證明 我們確實在那個存在裡 大多數的人選擇死後不扭 以他們頑強地攀圓 執持身體或者人格裡的 某些因緣和合 並錯認其靈魂或者生命的 基本形式 現代科學家的研究 已經更傾向於斷言 靈魂只不過是一堆感知感受 情緒 並與生理上的經驗互相關攝 詹姆斯教授說 靈魂這個詞語 最多只是一個語言的圖像 是不反映任何真實的 同樣地 佛陀無我的教義 在大乘佛教中 被稱為空性或者空義 雖然這種觀念 是大乘學者 龍樹大士 巧妙方便地精心推敲出來的 但是空性 不是有別於 或者比佛陀原始無我的教義更為高明 相信靈魂 自我 或者上帝是創造者 是如此深夕於人們的腦海中 他們無法想像 為何佛陀 不能接受這兩種 很多宗教者絕對必須的說法 事實上 當他們聽到佛陀 拒絕這兩種觀念的時候 有些人感到震驚 或者變得神經質地 流露在情緒上 此所以 為何很多偏見的學者 或者心理學者 當他們比較其他的宗教之後 與佛法站在同一觀點上 同時 亦都有一些學者 他們固然欣賞佛法的其他很多思想 卻為了推介靈魂 或者自我的觀念給佛教 他們企圖將佛教的無我論曲解 以為這樣可以使佛教發揚光大 佛陀早就注意到 這些人的不滿 和概念上的提升 是不容易的 法據經說 因緣法是無常的 因緣法是痛苦的 撫堤 因緣法和非因緣法 法是無靈魂無我的 佛陀 佛經中 有一個有關相信靈魂不滅的寓言 有人 有人 因為誤認一條動緊的繩 以為是蛇 而內心產生了不必要的懼怕 當他發現 原來只是一條繩的時候 他的畏懼心就立即消失了 相信靈魂不滅 就好比那條繩 其實只是人們心中的想像 在喔